欢迎来到忍者无敌聚爆期 我是主持人德鱼 赶紧欢迎我们面面俱到的大人哥 摩尔头顾 陈坤仁分析师 大人哥你好 德鱼好大家好 虽然今天台积电联发科都休息了 对不对 但是我们顺着趋势的毛摸 依旧是可以开心数钞票 要恭喜我们的聚宝集团队 今天依旧是开心获利的 那么面对越来越震荡的行情 到底应该要怎么样继续赚起来 把这个问题来请教大人哥 德鱼好大家好 我们今天的台股果然跌了 为什么跌的原因就是因为 果然台积电跌了 可是你觉得 我刚刚上半段鼓务力 研究在这边 就是跟你讲产业 跟你讲趋势 跟你讲一些个股的选股方向的好的节目 你去记得把它看回去 因为我跟你说了 如果把今天的股票 把股票机把它打开来 去看一下 红通通 怎么一片红 那就是说台积电下跌了没关系 因为你看伪创也接起来了 然后双红也涨停了 然后什么照例也涨停了 然后什么就是一堆的 连红海都中了 连红海都涨4% 对啊 不过就是跟大家说过了 这就是一个正常的资金的轮动 当上个礼拜资金全部都在台积电身上的时候 那就是要是中小型的个股是湿温的 可是呢 当那个湿温的过程的话 其实台积电稍微休息 中小型又充满活力 这就是现在目前资金的流动的方向 那当然这也是现在目前或许有的人会觉得说 那资金轮得那么快 不知道怎么操作怎么办 所以我们现在跟大家提醒到的就是用333的方式 然后呢把那个该赚到的短波段 小波段把它赚起来 当然有翻倍 我们就赚翻倍 但是如果现在目前要是三成比较好赚的时候 我们就用三成来去做一个获利的目标 再去做一个换股的操作 这是上半段的谷目利根 跟大家分享到的地方 那当然如果以现在目前你在收看的是聚宝期的节目的话 那我们也回归到指数的方向跟一些操作面 包含像是当冲跟波段的一个操作的部分 该如何去做一个拿捏 来回来到这里 今天台指期货中场下跌了79点 那如果你看一下今天的台积电的话 我们刚刚上半段有算给大家 其实光今天的台积电就跌掉100点 对 所以其实今天就是单跌台积电 那当然我们也跟大家说到了 因为最近短线上面的行情的部分的话 请你盯着三个很重要的指标 或者讯号去观察它 当然第一个毫无疑问的 当然是台积电 没办法是太大支了 然后另外有一支也很大支的 就变成是1200块的连巴科 发科对没错 发科现在目前的那个跳动的部分的话 也会蛮重指数 蛮影响到那个指数的 那另外还有一个也很重要的 就是我们一直以来的输家 叫做是散户版指标 那散户的话最近做什么事情 我们也跟大家说一个普通的说明 这是今天早上 或者是每天早上我们8点半的时候 会发给我们的会员的盘前的提醒 那今天早上在8点29分的时候就发出去了 然后发出来的时候的话 其实我就会讲一些压力啦 支撑啦 或像是一些操作啦 一些关盘的一个重点的部分 那我说了因为你看到礼拜五的礼拜五 礼拜五的礼拜六 因为礼拜五的ADR台阶是跌的 甚至灰打一天还跌到5%多 那短线上面的一些AI的领头羊 虽然有点像是创高拉回 可是他们就是一个获利了结的卖压 可是这样的关系也会让我们短线上面的2万点的关卡 会变成是一个市场上共识的一个压力 所以往上再上2万的时候 我认为还需要给他一点时间 那目前的话就是比较难了 可是呢 目前的一个拉回的过程的话 我觉得也不会拉回太深 因为目前看到的状况叫做是肋骨在轮动 而不是你看到什么什么很恐怖的什么 拉台积电出中小在出货的那种出货 而是他就是一个资金翘翘板 今天的OTC也回稳啊 今天的中小也接棒接起来啊 只是没有全面接 因为就是领头羊先接嘛 接完之后再轮给其他接 所以往回测的过程的话 我的支撑看多少 19650到19660 结果他今天根本连那个650660都没来啊 对 所以今天就是现在一个上面有压力 可是呢 支撑也蛮守得稳的这样子一个的地方 那原因是因为台积电也休息了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事情 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说到的 我会盯着看的最近的散户的方向 我三户多空比现在目前只有剩下了 负的3.36% 那负的3.36%其实就没有方向了 如果他们是用负3 负5 负10 负15 负20 那就表示 嘎空嘎上去 所以现在只有负3多了 所以现在目前的话看起来这个数字 就会回到一个比较偏中性的地方 那也就表示说可能要等到一个筹码在累积 或者是说这三个指标再去做一个方向指引出来的时候 再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方向 所以其实这几天我们的当充的部分的话就会变成是 没有方向就会变卡卡的 卡卡的话 你会发现说哎 怎么今天的丰收1号就是稳健版 稳健版 稳健版的话竟然完全没有任何的讯号 我虽然我遮起来但是就是没有讯号 那丰收2号虽然被小小被扒到 那我们就是一样跟我们的团队会员说 我们就等待筹码 然后呢等待方向出来再赚大的 因为如果真的有一个方向出来的时候 不要是跳空 跳空真的赚不到 不是我赚不到 是全部的当中的人都很难赚得到 那但是如果是用一个盘中带动台积电冲上去的那种的话 那个到时候好好把它赚起来 那但是如果我说到的 如果是用跳空方式的跳台积电的话 因为最近的行情就是这样子啊 就越越越美丽 那个晚上的AI活蹦乱跳 晚上的台积电ATR活蹦乱跳 晚上的灰达 喷了一个礼拜喷了13% 然后虽然礼拜五那天还跌了大概5%6%左右 可是那一个礼拜还是大早你知道吧 所以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我就说了 如果你愿意承受一点点 你可以流畅的风险的话 不能承受不要做短波 如果可以承受 你再把我们这个观念把它听进去 也就是说 我可以在我的许可的范围 因为我不会叫你压好压满 即使如果你只有20万的资金的话 我也叫你不要来做期货 你先去存到50万 你先去把那个资金部位先准备好 否则你如果只有20万要做大台 你大概被扒个两次之后你就受不了 就说那是什么东西啊 我不要玩了啦 可是我如果告诉你 每一次我们就是掌握着 大赚小赔 赚大赔小的这样一个观念的话 你在该轮到你的时候 或者刚刚那个行情来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它赚得很开心 就像上个礼拜 真的就是垃圾盘啊 那垃圾盘的时候怎么做 就做多啊 多讯19429 然后呢大猩猩 多讯19691 还有大猩猩 多讯19833 又一颗大猩猩 然后呢多讯19772 这里一路坐上来 做了四趟的多单 然后呢我们的上个礼拜的最后最后一次大猩猩 是发生在19952 952 也就是在礼拜五 你去看 你可能看不到 但是我会告诉你 这是3月8号的23.00的内根K棒 我们的波段单是用60分K 我们是用60分K来做波段 3分K来做当充 那如果你有跟上我们这一波的多单的话 它因为它整个波段是523点 那我不管多少 反正你如果真的只有做一口 我只做到500点的话 你也赚10万 一个礼拜欸 就一个礼拜 对啊 因为我再次重申 我不会告诉你 每个礼拜都可以赚10万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如果真的有一个礼拜可以赚10万的时候 我们就好好把它赚起来 嗯 因为要赚多少 是行情给我的 是台积电给我的 那你要做台积电的股票 嗯 我尊重 因为它就是一个护火神山 然后但是 如果你真的要把你的资金效率把它 拉高一些些的话 你可以透过台积电 或者做台积电的起货也可以啊 就像他下礼拜不是要除息了吗 对 那个除息的策略的话 你也可以把它赚起来 我们有教喔 你就YouTube把它看一下 因为就没有在时间跟你说这么多 因为每天每天很充满 很充满满满的 资讯要跟大家分享 对 在我们节目里面跟大家做分享 所以回来到我们这边 就是短波趣才 有没有 顺势的短波段的策略 就是如果你愿意承受一点点流仓的 波动的风险的话 那有时候真的是越来越美丽 然后呢 你在早上早盘的时候 跳空100点 往上你就赚100点 因为那时候 这个时候 台积电在带头充的时候 当充你可能陷入到一个没有那么大的区间 可是你在用一个波段单的时候的话 你可以赚到台积指引出来的方向 那当然我们恭喜我们的团队 就是继续藏着 自由之路迈进喔 那当然 在我们的节目里面的话 我能可以的 教你的 我尽量教你 那如果你可以学的 你就把它学回去 因为我们的节目 YouTube的内容 是完全免费的 那当然我的节目里面的话 我也不会跟你很浮夸的 跟你说什么 我们赚不赔 每天当充200点 那个别台有 但是我这边没有 我这边的做法的话 就是 就是请你遵守着我们的每一次的纪律 操作 赚大赔小 这是一二月份的契约的绩效 然后呢这个的话 是去年的一到十二月份的绩效的内容 给大家做参考 那我每次每次的话 都是希望用这一页投影片 来跟 无论是曾经在期货里面受过伤的人 或者是说 你可能是想要 想要试试看期货 能不能去做一个 好交易的稳健的工具 就好用的商品的这样的投资人 你都可以好好的试试看他 那五十万 我再次重申 五十万是请你先准备好你的本金 放在你的保证金 期货保证金专户里面 不是会费哦 对 开好期货户 然后存在你的保证金 然后再来跟我们问一下说 我要聚保期 那怎么样可以把它带回家 我会跟你说 我们的那个收费方式怎么样 就是一个你可以轻松货的起 的这样一个方式 那 对期货的交易 或者期货的投机的行为 我刚刚说 投资是用 用股票的方式来去做一个思考 可是在期货上面的话 都是用交易交易再交易 的方式 来让我们的普利翻倍 巨沙成塔 那五十万 然后呢带你卖向财富自由 这个观念 来分享给大家 那实战班 我这边就跳过了 因为真的是耳满了 因为我们的经理人就能够能够为纳的一些会员真的是有限的 不能收 我就告诉你不能收 我不要那种 就是把整个就是把那种都把它变得很混乱的那种那种操作的方式 我希望可以好好带走我们的会员 就是把那个部位把它 电高电高再电高 然后呢累积累积再累积 所以我才会有这个实战班的限量的名额 空出来有 没有没有的话就没有 这个是要跟大家说一声 那如果现在目前没有的话 你可以来排队 然后呢还在排队 你还在排队的时间点的话 你可以先把我们的聚保期先把它带回去 好好跟着聚保期 包含像是当冲也好 或者是波段 跑左都好 那依照你自己的一个选择的方式 那用聚保期带你迈向财富自由 以上就分享给大家 欢迎你加入我们的期货财富自由计划 你可以利用我们的免付费针线 0800668085 0800668085 或者是透过大人哥的LINE AT 我们的ID 小老鼠DAREN888 小老鼠DAREN888 直接私讯大人哥了 感谢你的收看 也再次谢谢面面俱到的大人哥 摩尔头顾陈坤仁分析师 谢谢大人哥 谢谢 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 你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影片的上片通知 要获得最早最专业的韩式提醒 和更多的精选个股分享 请加入我的LINE 和Telegram官方账号 ID是小老鼠DAREN888 谢谢大家 本公司